你也寫了羅字 姓羅的羅字 它代表了那個四字 以後是怎樣呢 這個QC旁邊是這樣的 這一邊是這樣的 實際上分解上來又不好 總體就覺得這個為什麼是羅字 好像覺得很突然 實際上分解上來 它是可以加帶的很清楚 這個QC旁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邊是可以這樣寫的 作為一個門 又經常會是這樣寫的 好像間點一樣 又是這樣 又是這樣 希望這個不要離得太開 可以靠近一點 這個可以放開一點 今天是挺漂亮的 挺好看的 好像山江的江 那個半包圍那個 中圍的折 這個叫半包圍 不是全包圍 全包圍 全包圍好像國家的角 圍城的圍 包圍的圍 周圍的圍 可以留一點 又可以這樣寫 這個我不寫了 這個不要寫了 我反而要寫個鞋子 如果是寶蓋頭 你就不能夠這樣 你要加點 這個不要緊 就像我寫個鞋子 那我寫個鞋子 那我寫到那個 那裡有很多個鞋子 這樣 那這裡我們要說一下 那這個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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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鞋子呢 就希望呢 就希望呢 那這裡呢 就是有些 向上 反過來 我再寫一次 這樣 這樣去 如果我這裡 是繞下了 繞下了 那你呢 最好能夠呢 這個鞋子 這個鞋子 就不要跟它離得太開 近一點 那那這些要怎麼辦呢 如果你已經繞到這麼開的話 你就可以將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可以繞上 繞上去 那你是呢 就是 醫是有時啦 如果是 那你最比較理想的 你就是肯定這樣 你就不要 你就是這樣去 對不對 這樣去 但是就是 我又 我知道很多人 都是 這個鞋子 都寫得不太好 很容易寫成這樣 寫成怎樣 就寫成 怎樣 就是這樣 這裡繞得上去些 只能夠是這樣 這裡是繞斜的話 這裡是繞 就不要兩個是平衡的 不要兩個平衡的 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這個肩膊 不要太 太過聰明 這個肩膊 不要太過聰明 來到這裡 就好 慢慢就好 降落 這裡就 過了這個位 就可以慢慢 降落 下來了 這樣就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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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不覺得 它 它的肩膊 縮到這個肩膊 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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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高了 這裡 這樣就好看 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 跟這個交錯 差以後 就慢慢下來 就好看 下來了 好看 第二個 這兩個 不要平衡 這個是這麼斜 我這個就直接 那你就是比較好看 如果不好看 就是第一個 過了這個交錯 我就繼續上去 這裡 跟它平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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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